而现在是在基隆又发生了车祸丢包事件 有一名男子他开车失控就冲进了托盘车下 驾驶呢是当场落跑 留下了满脸试伤的女友 虽然女友呢是一度谎称说是他自己开车的 不过最后还是被查出他是企图顶包 而这个造势的驾驶之后是投案 之后他也并称说自己离开是为了要赶着去上班 虽然呢这名男子的走测值是零 但是还是被依公共危险罪来移送罚办 轿车失控冲进托盘车下 悬空卡住驾驶却直接落跑 丢下满脸试伤的女友 很新丢包的就是他 46岁的周姓驾驶 案发后10个小时才到派出所投案 而被丢在车祸现场的女友 脸上还看得到被玻璃割伤的痕迹 两人在派出所女友为了护航 他一度谎称是自己开车 小交车车头扭曲 车门也完全变形 挡风玻璃整片碎裂 车祸发生在一号凌晨 小交车在基隆失控冲进对象的拖板车 驾驶为什么要落跑 男子解释是因为要赶着上班 本身来讲没有所谓的丢包 他是自称说他是要赶着上班 虽然酒车直视零 但是车祸照逃 警方还是依照公共危险罪 将驾驶移送法办 中间新闻基隆综合报导